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 每一个人对菩萨的缘分 都是有根有缘的 所以每一个人学佛不是今生的 都是自己多少是多少生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佛修行 不要忘记 要碰到修行路上一点点的烦恼挫折 就这么执迷不悟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在人间路不通的时候 要学会拐弯选择拐弯 有的时候修行修到不快的时候 要学会要看淡 不要这么重 过了就可以了 改了就好了 有的时候在人间 你的感情渐渐的慢慢的淡的时候 远的时候离你去的时候 你要学会选择随远 有一些事情在人间多承担一点 挺一挺可能就过去了 有些害你的人 你咬咬牙 可能慢慢的就忘记了 有一些苦笑 有一些苦笑一笑 他就笑过了 笑了就过了 苦了就过了 所以修行人的一颗心 有时候伤一伤 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坎坎坎坷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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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坷的随缘形 所以得意的时候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淡 失意的时候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开 千万不要过于的 执着自己的某一个观点 而使自己在人间 背上沉重的包袱和业障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个人业障自己背 所以不要去背上业障 学会勤修苦练 学佛缘呢 学习佛的缘分要勤修苦练 修成无上正等性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想通想明白 一次修成才是我们真正回天的愿 You are 感谢观看